刚过完新年 大家是不是还沉醉在新年的美好回忆中呢 那今天我们一样要再来介绍五款非常美丽的花叶 在影片开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种植的乐趣哦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款花叶 最早大家所定义的花叶 它就是Vildenjin Vilkosun 就这样而已 就是它的名字 那这一般的花叶它的特征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的叶背也是红色的 然后它的叶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非常一般的花叶的样子 然后它的叶脉也是很明显的 然后也是有绒面叶 非常美丽的一款花叶 就是最早大家发现的花叶就是这一款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款花叶 叫做Vildenjin Vilkosun Dark Red 那我们知道它不同的花叶其实就是不同的坦区 那这个Dark Red呢它的特征呢 你看跟刚刚那一款一般的Regular Foam的花叶其实是真的蛮像的 但是它最大的不同点呢在于它的叶子比较小 最大的可能就比这些大一些而已 它没有办法像花叶那么大 然后它的叶背呢也是很红的 叶饼呢也是呈现红色的 那Regular Foam的花叶它是有毛柄的 那这个是没有毛柄 它是红色的柄但是没有毛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些细微的不同 虽然都是花叶可是它真的就是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三款是Fildenjin Vilkosun Shiny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Shiny就知道它的叶子真的是很Shiny 叶面这个颜色呢真的是非常有绒面质感 它的叶脉它还有这些侧脉在 绒面质感它是比较呈现荧光面的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不同的产区它就是有不同的花叶 它的叶饼也是有毛的哦这三款花叶真的是有它的不同点 大家有没有分辨出来的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四款 Fildenjin Vilkosun Amazon Sunset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variety name叫做Irigola Amazon Sunset Irigola基本上它的前面是非常像的 它也是在Amazon这个产区 然后它可能Fantasy跟RubyHubbeninu的胶种 那所以它的前面呢 它还是非常有RubyHubbeninu的那个页面的表现 你看它的叶背 它的叶背的红呢 不像Amazon Sunset是整个是非常红的 而叶脉的地方呢 它是明显的比较绿 呈现的比较绿 类似像双色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才叫Irigola 你是不是也喜欢这一款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五款 Fildenjin Vilkosun Esmerata 大家看到Esmerata这个意思就是翡翠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款花叶它是完全是绿色的 即使叶背呢即使新叶呢也是绿色 这款的另外一个特色中它的叶比也是五毛的 跟CF的页面有明显的不同 那CF的页面它是比较长形一点 然后它是比较有一点点的色彩 然后这一款的页面是完全翡翠绿色 所以还是有不一样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